18個月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記得剛剛的最後一波 好像是JT換贏 好像是JT贏的 可是你這個真的玩得知醜人的 R呢 抓出關鍵舉動 檢討怒罵一波 直言幾個操作怪怪的 而這位馬玉龍選手 還真的被抓包打假賽 讓網友直呼 不愧是神 連打假賽都抓得到 團隊回應 經過內部稽查 發現馬玉龍 與特定人士商討協議 遇從事假賽之行為 比對相關證據後 確實存在可能影響 比賽公正之風險 基於假賽零容忍底線 立即進行解約 及相關球場作業 對於玉龍來說 他目前的欠缺就是經驗不足 因為他畢竟在來JT之前 沒有打過任何的比賽 是個全新的素人 JT創隊後 首次沒有進入季後賽 檢討影片下方 還有人留言稱讚 要他更有信心 沒想到被爆意圖打假賽 遊戲開發商也公告 這名選手將禁止參加 相關賽事18個月 三連新聞召冠與曾家宣 特別報導